歡迎大家收看每隻一股的環節 今天的嘉賓是我們的分析員 譚志樂阿萊 阿萊 你好 阿萊 你好 先跟大家回顧上個星期 阿萊跟他推介的股份 就是新股1270朗亭 看到朗亭和大家重溫招股資料 招股價定在5元 招股範圍中間定價 集資規模是42.6億港元 上市期將在5月30日上市 預期的息率是6% 招股反應也有10倍 凍結的資金大概是54億 再問阿萊 如果真的抽中 固自然能夠盡行你的投資買賣 但如果根據你的建議 抽不中的話 由阿萊 上市之後去到喉一喉 還是應該怎樣部署才對 看回今次朗亭招股後 以5元定價 其實夜市場普遍消息計 預期5元這些位置 預期的息率都有6厘水平左右 其實推介這個股份 雖然是新股 但如果短炒的話 我相信未必會出現一個 比較誇張的勝負 這股份我建議以中長線的投資心態為主 因為第一 酒碟業 上星期提及過本地的酒碟業 應該相對比較穩健 未來應該持續有個不錯的增長 但增長幅度未必會太大 因為始終行業競爭相對的 也非常激烈 所以這股份我建議 始終息率有6厘水平左右 我建議以長線的投資心態為主 現階段未公佈分派結果 但就算派得不多 我覺得如果後市來說 有機會回落到上市 招股價5元這些水平 仍然是一個很吸納的良機 所以我建議可以考慮 在5元這些位置再去上市吸納 接著5元買入 後市來說 目標仍然可以看回6.5元這些位置 6.5元自己看回到6.5元這些水平 息率仍然有接近4厘左右 我覺得去到這個位置就差不多 可以考慮去到6.5元這些位置 才考慮沽出來的場 重溫完就是上個星期 跟他推介的股份之後 接著就說說今個星期 有甚麼好的股份帶給我們 今個星期自己看回 始終近期來說 很多公司公佈完首季業績 自己會推翻的 都是聯想集團 因為始終看到他們旗下 在環球市場上 雖然相對地相對地 但整體而言 他們首季業績向好 所以我建議今個星期推翻的 就是業績出得相對地比較好的聯想集團 好,我們來看看業績方面 究竟有多好 先看看就是個別的數字 見到全部都是向上的 無論是收入、無利率 還是經營利率方面 都有一個上升的趨勢 見到其內的盈利方面 更加升超過三成 試問一下你 整個業績來說 應該有甚麼數字 值得去分析一下呢? 整體看整份業績 無論收入、盈利 或者見到一些經營的盈利指標 無論無利率、經營日利率 或者順利率等等 都見到有個全面上升的跡象 這方面都反映聯想集團 在疲弱的PC市場上面 都相對地表現是靠穩 是向好的 其實最主要 想看回 雖然全年業績是向好 就算看回按季的季度表現 雖然說按季 由2012年的第四季 和2013年的第一季相比起來 按季收入是下跌了16% 但是最主要始終說 每年的年初 即是2013年的第一季 都是傳統的淡季 按季跌了16% 其實情況不算太嚴重 相比只看回第一季 和上年的第一季相比比較 收入仍然有4%的上升 其實表現真的不算太差 再加上見到很多的 無論無利率、經營日利率等等 這個盈利指標仍然是持續改善 都反映到聯想集團在個案幾年 不斷地供佔市場 看到市場佔率有提升 這方面帶動他們整體的現立 發揮規模經濟效益 在控制上表現優勝 所以我相信未來來說 無利率、經營日利率 這方面的相關指標 應該能夠保持著較高的水平 是成為盈利的保證 再加上未來來說 收入應該能夠保持增長 我相信業績未來來說 都不會表現得非常 會突然轉差的情況出現 好,我們看完大數之後 不如同大家 根據產品方面的分佈收入 我先看看 看到依然有最大的貢獻 都會回到手提電腦方面 佔了5.3% 交給你講一下 其實手提電腦方面 對於聯想來說 其實貢獻方面的數字有多大 看回整體現 手提電腦和桌上電腦 佔了整體現 整個在個人電腦市場的業務上 總共佔了總收入的84% 所謂現階段來說 聯想集團的確 電腦業務對他們來說 是佔比最大 亦都是他們業務裏面最核心的業務 但是在這幅圖 想留意看到其實 MIDH 是說他們移動手機上面相關的業務 其實整體現彦佔的收入已經有9.4% 跟去年比較 MIDH佔比 即是佔了5% 都見到他們帶動整體現彦 收入佔比業力越來越重 MIDH在內地市場上面 主要是一些智能手機相關的業務 始終講智能手機相關整個行業 有一個強勁的增長 我相信未來來說 這個MIDH的佔比 會來越來越大 所以如果論增長 我相信未來 試行手機會成為聯想集團的增長動力 但是回顧最核心的業務 我相信未來來說 焦點仍然會落在電腦市場上面 包括桌上桌上 和手提電腦的電腦市場上面 我們看看全球 個人電腦方面 就是不同品牌的佔有率 其實大家都知道 HP和Lenovo來說 都爭得很激烈 其實在這兩年內 他們的競爭情況又是怎樣的 現在目前行業的龍頭 就是HP 但見到Lenovo 即是聯想集團 和它的競爭效果是非常激烈的 由過往來說 雙方的市場佔有率差距4%左右 到現階段 收集到不足1% 都反映見到Lenovo自己本身集團 市場佔有率 可以慢慢地不斷地提升 反而見到HP反而跌下來 最主要始終是定位品牌 受歡迎的程度 見到聯想集團 其實Lenovo這個品牌 越來越受歡迎所帶動 看回整個情況 相信未來聯想是有機會 再跑贏HP 最主要始終是產品組合相對 比較有優勢 看回五大品牌 其實旗下見到 Lenovo和Dell 始終在價格上 都是做一些比較便宜價 但未主要是最低檔的路線 這方面是深受消費者歡迎的 始終在電腦市場上 競爭非常激烈 價格是非常重要 但是如果做得太便宜 或者質素不是保持著一個比較好的水平 對於這個市場來說 未必說市場佔有率不斷地提升 因為看回Asus為例 見到它雖然是相對五大品牌之中 定價再進一步便宜些 但見到它的市場佔有率不斷地流失 都反映著 其實始終如果真的太便宜 或者產品質素不算太好 這方面也未必有太好的作用 而且再看回 另一方面看好像HP 或者華碩 Asus為例 始終看回兩者 電腦定價的水平相對地比較高 質素亦都相對地比較好 但都見到的 同樣情況面對著市場的 慢慢地流失 因為自己看回 始終雖然質素好 但定價相對地比較高 但是在市場上 未必說真的非常受歡迎 因為現階段無論個人電腦上的 手提電腦也好 或者一些desktop桌上的電腦也好 始終技術上的差距 不會再說太大 所以如果做一些太專門打 一些比較高端的路線 始終都可能會繼續 不斷地流失市場佔有率 所以我相信未來來 只要這個趨勢仍然持續 我相信聯想集團的市場佔物率 有機會不斷地提升 未來應該很快可以超越HP 成為真正的市場一國 好 跟大家講完基本因素 和行業的情況之後 跟大家跟進一下 今天來講 跟大家推介這隻股份的利好因素 再跟大家再跟進 先講第一個 看好聯想方面 個人電腦業務方面 圖表上顯示了 個人電腦在主要地區方面 市佔率的情況 看到中國方面 市場佔率有3.4% 但是同比方面 看到所有地區來講 都有一個上升的趨勢 對 你看回聯想整體的研究 之前的圖表都看到 市場佔率不斷上升 其實在各地區上 市場佔率仍然保持著一個上升趨勢 最主要是受惠 整體研究的產品組合 多元化所帶動 看回中國 或者亞太地區等等的 新興市場為例 始終聯想集團旗下 Lenovo這個品牌 特別是IDAPAC 或者Essential這類型的這兩個品牌 最主要是攻打一番 一些主流的電腦消費路線 都是說一些 出一些休閒電腦 以價格為主 在新興市場 或者一些未成熟國家上面 是比較受歡迎 都帶動整體研究 在內地上市場佔率較大 也都看到亞太區上面 市場佔率都慢慢地提升 至於一些發達市場 好像歐美 或者北美地區等等 始終除了他們有旗下的 好像之前提及到 Ideapac和Essential這兩個路線之外 旗下的好像之前 收購了日本 和日本合作的 IBM 收購完IBM 和日本合作的 ThinkPack系列等等 都在高端市場 一些成熟市場上面 保持著一個不錯的發展 都帶動到歐美市場等等 這些方面 市場佔有率 仍然是持續上升的 所以你說見到 聯想集團有個好處 就是始終講到 他們的產品多元化 所以在不同的地區 相信未來來說 仍然有機會 可以繼續提升市場佔有率 好 接著看看各個地區 收入和稅前日利方面的表現 普遍來說 整個數字做得不錯 全部都是向上 至於亞太拉美方面 更加有一個 就是轉虧為盈的情況 先問一下 全球 大家記得收到一些新消息 都說到 全球PC的負運量方面 都有一個下跌 但聯想方面 能夠做到歷史上升 跑贏同行 其實應該怎樣分析這些數字和消息呢 是的 的確見到聯想在整個行業來說 是很明顯地跑贏了 在無論每個地區上面 無論收入 或者盈利能力 都見到有個大幅提升的跡象 見到其實收入上升之前 都提及到最主要受惠產品多元化 在市場上面都深受消費者歡迎 大陸在盈利能力方面 始終隨著透過收入上升 始終講到聯想在市場佔有率上面 都是接近市場的一角 收入的佔比相對地 比較越來越大的時候 有助聯想控制成本的控制 有助他們的成本控制 發揮經濟規模效益 因為始終在電腦市場上 聯想集團其實最主要 都是以一個垂直一體化的生產過程 去生產電腦 無論由一些零部件 甚至到 end product 即是由最終的電腦 都是由聯手一手包版的 始終市場秩序越來越大 有助他們 跟一些廠商等等 訂價的議價能力會加強 甚至在生產過程中 可以加強自己的毛利控制 所以見到他們在全年業績上 毛利率進一步改善 這方面是有助正體營業集團的發展 不過其實想問多一點 其實大家都有消息都說到 所謂的就是Windows 8 方面 大家都不太喜歡 反應很簡單 令到在連帶 個人 PC 方面的消情 都有一個差的情況 你有怎樣看? 是的 的確的 雖然看到各區按年上 仍然每個地區 有一個收入有一個上升比較 但按規度 其實你說 今年第一季 即是集團的 財政年度第四季 那個業績表現 不是太理想 某程度上 始終都是大行業所趨 始終是Windows 8 推出 不是太受歡迎 影響到整體 電腦銷售的表現 但我相信 相關的利膽因素 都不會繼續困擾 整個行業 一段很長的時間 因為從過往的經驗 見到 就算Windows出得差也好 始終說 Windows仍然有一個壟斷市場的情況 好像過往見到 無論XP Windows 7 或者Vista等等 雖然出的反應不是太好 但始終經過一年的時間左右 市場會慢慢消化 再加上新的改良等等 我相信市場最終會慢慢適應 新的Windows 8 所以我相信 其實之前一直有提及到 全球的PC出貨量減少 因為受到Windows 8的影響 我相信這方面的利膽消息 其實都反映到七七八八 未來來說 我相信PC業務 聯想集團應該能夠繼續 這樣跑贏大使 好 看完個人電腦熱舞之後 都要看另一個利好因素 主要看好 就是MIDH方面的發展 我和大家看看 中國智能手機市場佔有率方面的情況 我看到Lanovo 即聯想方面 排在第二 僅次於大品牌Samsung 其實想問你 其實整個情況是怎樣的? 看到聯想集團的手機 即是下風 其實看到近期來說 市場佔有率不斷地提升 現階段已經是內地的第二大智能手機的製造商 僅次於三星 其實主要他們打的定位 都是一些中低檔的定位 他們旗下下風的手機 定價都是徘徊在一千元人民幣左右的水平 的確是屬於一些比較便宜的智能手機 但這方面 這個其實低價的中低檔的智能手機 未來來說 在內地市場方面 增長空間可能會相對地更加之大 因為始終在說內地方面 現階段經常提及到的持續性震化 居民收入有所提升 始終在說一些農村等等的地區 居民收入持續上升 的確是有助整體現任整個智能手機的消費 但是就留意這堆農村居民收入 始終相對地普遍來說是比較低的收入 就算未來提升 消費較強了都好 你說一些高端的 好像iPhone Samsung的Galaxy等等這些系列 四千多元一部手機 我相信他們來說 都是相對地比較難去消費 難以支持這類型的消費 所以你說一些平價手機 一千元左右這些水平 未來來說 增長空間會相對地比較大些少 但是同樣值得留意 雖然說行業增長空間會相對比較大 但是就見到市場競爭是非常激烈的 因為你看到銅表上面 第二位就是Lenovo 但其實看回旗下之後 無論一些好像2369的Coolpack 或者中興通訊的ZTE等等 見到市場佔有率都是非常近 競爭是非常激烈的 所以這個行業 我相信一個風險因素就是 行業未來競爭會非常激烈 但是見到始終跟電腦市場同一個道理 聯想集團在市場佔有率相對比較大 有助發揮經濟規模效益 相信未來在控制成本等等 應該會可以慢慢地繼續 持續地去改善 這個利好因素就是MIDH方面的發展 看看就是MIDH 對於近年兩個年度來說 對於公司收入方面的一些貢獻 見到來講 在11年和12年年度來講 只有5% 但是去年12年至13年度來講 已經是90% 上升了就是105% 即是一倍的 先問你 應該怎樣看這個數字 接下來是否一直向好呢 的確的 你說MIDH這個業務 其實見到近期來講 的確有個持續改善的跡象 亦都在看今次出的財政年度 見到按年是升了105% 看回整體而言 見到的確是帶動整體集團的收入 有個明顯的上升 但是留意在盈利能力上 MIDH現階段 未能夠造成一個比較大的貢獻 因為整體而言 MIDH這個業務 在第三季的業績 即是去到2012年的12月 止計 其實始終都會見到 剛剛只是有輕微的盈利貢獻 去到就算在全年業績上面 MIDH都未能夠帶動集團的盈利上面 有個更加大的貢獻 我相信短期來說 可能在今次的2014年年度的業績上面 MIDH業務增長收入可能會繼續強勁 但是盈利能力上 未必能夠那麼快出現出來 MIDH這個業務 我相信是一個長遠的利好因素 因為短期來說 短期來說 很難出現改善 因為始終手機之前提及到 智能手機競爭非常激烈 聯想智能手機定價 在1000人民幣左右 每部手機的盈利能力 相對地不是太高 但是未來來說 始終見到他們的收入 持續上升 以一個比較高的倍速度去增長 我相信未來來說 控制成本等等 會持續改善 有助整體而言MIDH的盈利貢獻 所以我相信MIDH這個業務 一個長線來說 相信會成為集團 未來來說 一個利好因素 簡單的業務 也要看看 智能手機方面的銷量 和平板電腦方面的銷量 可以做回舊的數字 以及今年的目的參考一下 好像13年的年度方面 智能手機方面的銷量 同步來講 升了三倍那麼多 14年的目標又定在哪裏 看回整個智能手機 看到沒錯 整體而言智能手機的銷量 同比升了三倍 是非常之僅僅的 但是之前有提及到 第一 內地市場競爭非常激烈 未來來說 我相信能否保持著這個銷量增長 是有難度的 公司也提及調高 今年的目標 由3千萬架 升到5千萬架 按年是升66%左右 的確和去年比較增速 不會說沒那麼大 但是留意回 最主要始終現階段 每年賣3千萬架手機 機數已經相對地比較高 所以未來來說能夠達標 的確是一個有利的數字 亦都是一個良好的數字 另外公司在4月初的時候 都宣佈了將產品的組合 重整 建立了Nenovo 和Think這兩個業務的組合 一個就是Think的Business Group 和Nenovo的Business Group 其實這個分野或者這個重整 對於整個企業來說 有多大的幫助 的確 看回公司重整完Think 和Lenovo這個品牌之後 其實長遠來說 對公司來說 的確是一件好事 因為你說過往來講 Lenovo主要經歷三大品牌 才能提及到 第一就是進攻高端市場的Think Pack 第二就是 鼠蛋休閒路線的Idea Pack 另外就是 包括兩個路線 中間的Essential這個路線 的確過往來講 三個品牌 成功攻端了很多不同的市場 但是你說未來來講 要積極的發展 的確三個品牌 定位相對地比較混淆 所以公司重組的品牌 未來最主要以一個 Think Business Group 最主要就是 公佔Think的路線為主 這個集團的路線 最主要就是打造一個 高端市場的品牌 最主要就是 始終在講Think這個品牌 過往是和IBM合作的 IBM是始終這個品牌 在一個商業市場的定位上面 就相對地比較 有一個優勢在這 這方面是相對地 是看見過往來講 聯想集團的Think Pack這個系列 在高端市場上面 都做得相對地不錯 我相信未來來講 鞏固直接獨立 做Think Pack品牌 有助打造的形象 更加容易去 進攻高端市場 另外提到 其實在發達市場 或者成熟市場 即是歐洲 北美這些地區 始終在講 Think這個品牌 是唯一的品牌 可以和Samsung 和蘋果這些品牌 競爭 之前提及到的 未來來講 其實要留意 平板電腦 會是公司 未來來講 增長的一個亮點 之前在公司見到 都提及到 平板電腦的速貨量 未來來講 會大升上五倍 去到一千萬部 這個平板電腦 你說要進攻 平板電腦這個市場上面 Think Pack Think這個系列 都會佔了一個 比較重要的環節 因為講 其實現代平板電腦 除了講 日常生活應用之外 講一些商業社會上面 即是說一些銷售 一些銷售等等 看到越來越應用得多的平板電腦 但是你說 這個平板電腦的市場 現階段 只是給Samsung 和蘋果 這兩間公司主導 但是 如果你說 聯想集團重整完兩個品牌 再加大發展 Think Pack 在Tablet上面 平板電腦的發展 我相信未來來講 有機會始終 聯想集團做的 平板電腦價格上面 有一個優勢 有機會可以從 蘋果三星 這兩間公司 長回部分的市場佔有率 所以這方面 未來來說 在Tablet上面 的確有一個不錯的發展 最後再看 始終重組 Business Group 主管 就是一個管理層 也在過往IBM 從事了17年經驗的人士 看起來 相對比較經驗豐富 我相信這次重組完之後 都會有助整體 Think Business Group的發展 至於Lenovo 那邊的情況又如何 就是Lenovo 這個集團來說 其實旗下負責的是什麼人 接下來會有什麼方向 除了Think 集團 另外一個就是Lenovo集團 始終我相信 Lenovo集團 要做的就是 維持之前做的 Ideapad的路線 主打一些休閒消費等等 因為始終見到 Lenovo自己旗下的電腦 其實在Ideapad 這類型項目上面 都見到 銷售情況 最主要是攻打一些休閒路線 最主要是在娛樂上應用 價錢上面 普遍來說 市場定位相對比較適當 我相信 未來來說 Lenovo集團會主力進行一些 新興市場 包括亞太區和內地市場的發展 主力是發展相關地區的業務上面 因為看到Ideapad 在這個市場上面 的確相對比較受歡迎 另外 Lenovo集團 另外要做的就是 MIDH的業務 最主要就是 始終在現階段 Lenovo集團 我相信要一段長的時間 所以集團 現階段都提及到 MIDH最主要是 專注在內地的業務上面 我相信 始終在說 只要保持現階段 見到過往幾年 內地方面的MIDH業務 保持著一個很強勁的增長 只要保持著這個增長勢頭 未來來說 在一些新興市場 好像亞太區的地區等等 應該可以慢慢發展 有助長遠公司的長遠發展 最後看回 Lenovo集團的管理層 由原MIDH的負責人 由劉均所接手 看回過往來說 MIDH真的有個很強勁 教導功課的表現 所以我相信未來來說 Lenovo集團的表現 亦都會繼續這樣做得非常之好 期望產品 有一個改善 從大動島 就是盈利方面的表現 跟蹤完 在理好因素之後 都有些風險因素 跟大家跟蹤一下 都要留意一下 先說 就是個人電腦方面的情況 個人電腦市場方面 持續有一個走藥的情況 對於Lenovo來說 打擊又開有多大 始終個人電腦市場 的確相對比較疲弱 這方面最主要 其實有一個比較大的原因 就是平板電腦 真的越來越受歡迎 越來越多消費者 去選用平板電腦 而不去用傳統的個人電腦 我相信這個是大勢所趨 到2014年這個時間 2013年、2014年 甚至2015年 這個勢頭應該會繼續持續 個人電腦的需求 的確會繼續疲弱 但是我相信聯想集團 相關的利淡因素 不會有太大的負面影響 因為你看到 之前在銷售目標都看到 平板電腦聯想集團的目標 都按連大勝五倍 如果真的能夠受惠 平板電腦增長的話 我相信可以抵消相關的利淡因素 所以未來來說 平板電腦的銷售會是今年的焦點 只要能夠仍然達到公司的目標 1000萬部平板電腦的銷售量 我相信未來來說 相關的利風險因素 可以由平板電腦增長 這方面的因素所抵消 但是平板電腦 連同智能手機一樣 情況都相似 就是一個競爭激烈的情況 剛才你說到不同的大品牌 在內地方面的情況 都非常嚴峻 去到鬥餐死 應該怎樣去看風險因素 我相信 這個的確是整個行業 一個比較大的風險因素 競爭真的非常激烈 但留意聯想集團 在這方面有個優勢 始終無論智能手機 或者平板電腦 都是在整個行業當中 好像智能手機為例 它的落風一定價值是1000元人民幣左右 的確是在市場上 可以說接近是最便宜的水平 平板電腦都是 其實跟其他品牌 無論是一些出名的三星的品牌 或者是蘋果的品牌等等 價錢都有一個很明顯大的智陽 所以其實在價格上 我相信很難會再有一些比較便宜的品牌 威脅到聯想集團 另外見到始終無論智能手機也好 平板電腦也好 未來持續上升會有助他們 發揮控制成本方面的優勢 所以未來來說 我相信收入可以持續上升 價格不需要大幅改善 但是可以持續 未來來說 透過收入上升 發揮規模經濟效益 而持續改善毛利率 以及經營日利率方面的表現 好 講完兩個都是行業的情況 跟進回自身的問題 現金方面 以及存放方面 都有些風險要留意 始終見到 今次份業績上 有一個比較大的隱憂 就是見到經營現金流 在2013年財政年度 經營現金流入 按年大減99% 去到2,000萬美元左右 這方面大減主要原因 公司第一有兩個原因 存貨有回升的跡象 存貨周轉日數的確是按年 回升到26日 大升了8日 這方面最主要第一 就是第四季 是傳統淡季 這方面拖累到整體現現 存貨周轉日數上升 第二就是始終在說 過往來講 公司今年來講 都積極地去減少ODM業務上 依靠ODM 即是依賴其他廠家 去生產零部件等等 因為始終在說 公司都積極地去發展 自產的垂直一體化 那個經營模式 這方面都令到 整體現金流受壓 但我相信 就算見到現金流大減 但也不需要太過憂慮 因為現階段 現階段持有的現金量 的確是非常充裕 只是集團的淨現金 有30.9億美元 對於淨現金對權益比率 是接近1.15% 反映現金是非常充裕的 所以我相信相關的封鏈因素 不會對聯想未來來講 集團的財務狀況 或者未來來來講 會影響到出現一個集資壓力 好 全面這幾年的股份之下 和大家都講講投資建議 我見到今天來講股價 現價來講是7.81 升至近2% 剛才更加升超過2% 中五收市價是7.9 你們投資部署是怎樣的? 我建議始終講 全年業績 即2013年裁定年度的業績 做得好 我覺得都可以後返一些位置買入 自己後返 覺得到7.5 50天線樓上這些位置 都可以買入 只要將指示價 設定在前低位 6.40這些水平 中線的目標 我覺得有機會挑戰之前的高位 9元這些水平 謝謝你 可以做一個中線的部署 這節時間差不多 最後和你做個申報 自己有沒有遲呢? 992這個部分 沒有遲 謝謝你 如果大家想重溫這節目的話 也可以去到我們的官網 就是 www.bschannel.com 找到 這節時間差不多 我們先休息一會 待會繼續有直播時間